登革熱疫情的持續延燒 今天又傳出準備到土耳其參加 台維斯杯比賽的網球國手彭賢穎 確定感染上出血性登革熱 今年25歲的彭賢穎是上個禮拜 在泰國曼谷參加比賽的時候 開始出現發燒 身體不舒服等等的症狀 反台就醫之後確定是出血登革熱 目前的病情已經獲得控制 不過確定沒有辦法出賽 將改由王建甫來參賽 終於完成了